城堅的最新畫面來關注 昨天深夜在高雄燕橋 有一家螺絲工廠油槽起火 消防隊出動了多個分隊 來布現搶救 在廠房附近的居民 是聽到了一聲BOOM的巨響之後 發現工廠冒出了黑煙 還飄出錯位 居民說 這家工廠是24小時運作的 火在當下都沒有通報他們 讓他們非常的恐懼 廠房表示 其實廠內是沒有作業的 是屬於停工狀態 不過消防局在調查之後發現 廠區內的油槽不明原因起火 火災當時也有員工在現場 也是員工報的案 而工廠裡頭的地上油槽 儲存大概一萬公升的油料 還好沒有延燒 真正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調查